不好了不好了,三哥吃掉拳头变身成了巨人,一群老六也被他一拳打飞了,前面平台断开,还被放置了一些汽车,这些对三哥来说小菜一碟,很轻松就跳过去了,是什么原因让三哥如此愤怒呢? 这一切都怪比比东大坏蛋,心爱的小五姐姐被抓走了,三哥要闯关才能救出小五。 阿三,这个墙被我施了魔法,你没变身闯不过去的。 三哥,不用慌,我们给你点爱心补充能量,你尽管闯关。 果然,有了小伙伴们的支持,三哥很轻松就撞过去了,三哥再也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,一拳一个脑肉,汽车也被撞飞掉了,吃掉爱心便小穿过电网门, 又有一群老六,三哥可不惯着他们的臭毛病,给我闪一边去吧,最后穿过电网门,三哥顺利到达终点了,闯关成功。